十一,要知缓急 一不能避其何名,亦不能避其当用何要。盖以温平视之。若缓病尚可,摄欲大病则未物不小,顾名养杀人。若缓病投以极药,使欲速其效,殊不知攻击则变生。所谓逼杀人也。情人注视。二者之物,今是一家比比,胆怯折倒养杀之弊,心粗者逞逼杀之害。依本生人,乃为杀手,悲哉。于观经师名依律使者。亦熟此法,但不早用,唯先用温平要调治。 至,及至微堵。方亦卓爱丹妇等事,多不孝,乃曰。此天宁也。殊不知就晚已迟,藏气败绝,遂灵丹妙药,无能为矣。于心见笔之以伤寒第五日,昏睡瞻语,六脉弘大,以为味中有热,以成其下之,四更即死矣。六脉之大,非红也,乃阳气将脱,故见此矣。至矣下药,更须其因,则阳无所负而死宿矣。若先于其下九三百状,故住 披肾之气,内副保元丹,领阳丹,饮将赴唐,过三日,自然汗出而育。于志亦伤寒,亦昏睡望雨,六脉贤大。于约麦大耳昏睡。 并非食热,乃麦随其奔也,强为智智。情人注视。先生真人仁也,强智之心,于颇有之,亦以人不我信,且又败于严嫩而不肯为,究非真行人术之人。常以此自愧。用烈火九关圆穴,复九病患绝痛,至七时壮碎昏睡不疼。九至三谷,病患开眼,私饮时,令福将赴汤。至三日后,方得元气来赴,大汗而解。情人注视。 今时姑息成风,酒法难行,于成探约。人身虽救命之品,将赴有有回阳之功,无如世人不识,俗意痛扫。良可凯也。于思前正,少阴病也。发昏詹语,全似阳正,若是头已成气,起得不死。 古耳聋不身吟,身生是黑夜,而食指冷至脚面,身重如山,口多弹破,时发燥热者,皆少阴正也。 重景以耳聋细之少阳,瞻与归之阳明,用柴虎成气被误人不少。 夫但之少阳迈寻邪落耳,却不思耳翘鼠肾,以耳聋归少阳,此重景所谓道之处也。 大洞柱。后时不明殿成气被用药时机,错起是重景。 这点果然有些偏颇。前面说施重景者是不明经落,但提出耳之开窍再甚而又笑重景一惊。 若寻行论之之非,时前后矛盾。 情人注视,耳隆重景作宗气虚论,未尝归少阳。 至于詹语,论中言神气虚者多,若阳明正中不过数条而已,先生顾佳贬驳,未免有一所斑。 本部分主讲要知缓几天,要知缓几一指一者要分得清定是急症,重症,还是轻症。 斗财先生在本篇提出了用药时机的重要性。 他认为,急定用缓药,无异于杀人也。 当遇到重症,急症这种非常时候,就要用非常手段。 而且斗财先生的中心思想就是抚养为上。 他认为只有在阳气大衰时,人才会有真正的性命危险。 这种时刻用缓药以致之,是没有办法挽救生命的。 很多人认为中医疗效慢,习惯把中医视为辅助医学,殊不知,中医在治疗危机重症时,是多么笑如腹骨。 中医对于抚养的治疗手段有着非常清楚的观念和次第,知道应该怎么做,什么时候做什么。 在这一篇斗财先生就提出文凭要不可治重病的观点,如果遇到重症时医者判断失误,对患者来说是很危险的。 很多人问我怎么样算重症,重症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?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,我也跟大家讲一个我的老师,尼海沙先生的判断方法。 医师治疗了很多重症,他认为要判断一个人的病治疗到什么程度,就要看他手脚的温度变化,尤其是脚的温度变化。 如果在治疗过程中,脚的温度逐渐升高,那这个治疗方向就是对的。 如果越治疗脚越冷,要越吃手脚越冰,则患者就离死亡越来越近了。 但是,手脚的冷热是一种比较主观的感受,所以尼师教了我一个客观的比较法。 医生看一个人是不是体寒,可以一手摸着患者的手心。 一手摸着患者的额头,如果额头比较热,手心比较冷,这个人就是寒。 如果医生越治疗患者的头越热,手越冷,则方向错误,赶快停下来。 如果医生治疗的过程中,患者头越来越凉,手越来越热,脚也越来越热,那整个治疗的方向就对了。 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,这一点如果搞不清楚,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。 前文讲到,在治病的过程中,要随时注意顾护阳气,这个方法,就是判断阳气,是恢复还是衰退的指标。 有些人用自己的左手摸右手,然后用左手再去摸头,这是不行的,因为温度的感觉是很细微的。 一定要由客观的第三者同时一手摸着头,一手摸着手来判断。 如果头和手温度差不多,那也算还好。 如果头比较凉,手比较热,那就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如果头比较热,手比较冷,那就是在往坏的方向发展。 大家要分得轻疾病的轻重缓急,如果一个人身体不是到诊所就医,但他的头是凉的,手是热的,则表示他阳气比较足。 这种情况一般容易治疗。 豆采先生认为,热病好治,寒病难治,所谓毒热一消,因寒难化就是这个道理。 要知缓急片中,还讲了京师明医律师先生平时治病都用平药,遇到重症时出现医疗事故的例子。 于亲见笔致疑伤寒第五日,昏睡沾雨,又卖宏大,以为胃中有热,以成气下肢,四更即死矣。 豆采先生亲眼目睹吕时医师诊治一个病患的过程。 那个患者的脉很大,吕时认为这个人是杨明腐蚀症,就用了成气汤,成气汤是比较苦寒的俊药,很快患者就死了。 我们知道成气汤症,杨明腐蚀症,有四大症。 身大热,口大渴,汗大出,脉红大,症状要能够符合这四大症,医生才能够下定论。 但是,脉大有时候并不表示脉很有力,如果一个人即将羊脱,脉也会浮在上面,这时候医生把脉也会感觉脉很大。 所以,把脉还有一点很关键,当你感觉脉大的时候,应该再往下按,做虚实的分别。 清楚脉大,往下一按时感觉空无一物,没有感到脉的跳动,这种是属于虚症,是抚养于外,这种情况非常危险。 这时候,如果医师用含量药治疗,这个人很快就会移民呜呼了。 总之,医生在把脉时,遇到宏大的脉,要先辨别虚实。 千万不要莽撞地以杨明腐蚀症论治,以免酿成不必要的惨剧。 这时候,斗财先生又批判起成气汤来,他认为江湖汤和爱酒法就很好,他的观点也没有错,但我认为,有事正应是要。 千万跟大家说过,如果患者是真正的红脉,下按感觉脖脂有力,并伴随身大热,口大渴,汗大出食,当然可以用成气汤。 施症便秘严重的也可以用成气汤。 如果医师遇到的情况跟重景书中所处一致,那就方正对应即可。 不过这很考验医师四诊和参的能力,很多医师医术不佳,没把握好细节,就有可能出现把杨虚欲脱脂脉象,误以为是杨明腐蚀症脉象的误诊情况。 斗财先生又在本篇幅中批评仲景先生,他说张仲景在《山寒论》中提到耳龙是少杨病。 斗财先生认为从肾开窍于耳的角度来说,耳龙的治法应该是补肾阳,其症也不是少杨症。 但是,斗财先生在前文说过张仲景不明经落,在这篇《仲景先生》根据经落学说,把耳朵的问题归于少杨胆经,斗财先生又说是错的。 前后文逻辑不服。 所以,我觉得斗财先生有点在故意找茬。 在临床上遇到重症时,顾护肾阳固然是重要的,但还是要辨证准确,随证致致。 耳龙的问题,从经落走向角度看,少杨经上绕鱼耳,可使用柴虎剂,如小柴虎汤、大柴虎汤。 从肾开窍鱼耳的角度看,补肾阳也是治疗方法之一。 因为耳龙的情况分为两种,就跟前文把便秘分为热蜜与寒蜜两种一样, 不同类型治疗方法不同。 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强调了对于某些耳龙问题的治疗方法,那是对的, 但是遇到其他情况,也有另外的治疗方法。 另外,耳鸣也分为两种情况,一种是由肾造成的, 肾致耳鸣是低音的,另一种是由肝造成的,肝致耳鸣是高音的。 所以,治疗方式可能跟张仲景的做法一样,从少阳入手, 也可能跟斗财先生的做法一样,从补肾阳来着手。 医生在临床上辨证功力要深,要分得清这两种不同的路径。